我們好日本,陸續會有很多在日本拍的影片和資訊會和大家分享 首先來一段短短的預告片,讓大家知道接下來有什麼看 我們為了兩間名店,走了轉京都 首先去了超人氣的排隊店,和律專門沙漬,感受一下他們律子味核爆級的甜品 接著去充武華提城的麥芝蓮餐廳,LULA,嘗試他們的重逐料理 這碗黑黑的東西的味道,我現在都很掛念 而且在這裡吃東西,很輕鬆和很好玩 很早就開港接觸外國人的神戶,有一間西班牙餐廳的加泰龍尼亞料理,是非常正宗的 還有會帶大家去這間全日本可知名的麵包店 啊,現在看起來都很想再吃 另外會去內梁探一下小屋子 還有行六百多級樓梯上東京鐵塔 當然不少得我們的家,大阪的可介紹 下一集,就和大家去梅田的駅前大三酒店玩吃 這裡有很多老闆的好東西 首先放在大阪大鑊好評的烏冬 然後再來這裡吃燒吞拿魚 這盒吞拿魚,美不美? 這一餐很值得 想知道怎樣來這裡 就快點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好按這個鈴鐺,我們有新片上載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另外大阪有好消息 第二乘搭國際紅線到大阪 由關西機場去梅田就方便很多 因為大阪的月台共演升級工程 快完成了 在Grand Friends對面的工程 就是在搞這個梅北區域新月台 月台通車之後,關控特級Haluca 就會停多一個大阪站 即是不用轉車就可以在關西機場 開到大阪的三重地帶 梅田,車程47分鐘 每日有60班車來會 比起現在要在新大阪站轉車才去到梅田 大約快了20分鐘,是不是很爽? 另外這個全新月台也可以乘車去和歌山 車程只需要56分鐘 每日大約有36班車往返 將來來到大阪玩,行程安排就可以更加靈活 記住Umekita Area 3月台 是2023年3月18日可通車 到時記得了 好,我們約大家 下一集一起吃燒吞拿魚 到時再見,拜拜